He 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 教一次 Trachnometry Special Angle Transformation 教一次之後 就真的很自我知 你們可以再突破 無限錄這個視頻 無限錄這個視頻 在這裡記住怎麼做 我教的方法 學校教你的方法就是 要你記12個方式 我教的方法就是要你記2個 第一個方法 就是一切的Trachnometry Function 無論是Sign也可以 Hosin也可以 Tangent也可以 甚麼東西都可以 一個Trachnometry Function N x 180 度加減data N x N 即是甚麼呢 N是0,1,2,3,4 0,0都可以 Sign 負data也可以 減data Sign 180度加data也可以 Sign 360度減data也可以 只要是這些一大堆的全部方法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第一件事就是你將它變成任何一個DETA STEP 1 STEP 1就是你一定會變成 這個DETA 你是不知道是正還是負 還不簡單 總之如果是SIDE DETA 一定是SIDE DETA SIDE學到假加DETA 一定是SIDE DETA 只要是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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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 用CASD的方法去畫 CASD 大家都知道是SIDE DETA CASD方法去畫 然後你要記住 你一定要當這個FETA 無論你眼見這個FETA是甚麼 只要你當這個FETA 你把這個FETA寫在這裡 變成這個畫 記住 這個可以是很噁心的 120度 扶30度 但只要你把它抄到這個位置 抄到這個位置 120度 抄到這個位置 你當它是一個 正的尖的銳角 就是小到90度 正的角度 所以我怎麼畫這個 我就畫 從0度開始 負THETA 就在這裡 180度 就是180度 加THETA 加到這裡 360度 減THETA 就是360度 再減THETA 就是又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1 這個就是2 這個就是3 握甚麼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按照圖1 就等於SINE GETA 在這個位置 CAST SINE 是負的 所以這個是負SINE 對不對 這個有86 加THETA 180度加THETA 所以 CAST TANGENT 所以SINE 也是負的SINE OK 由這個360度加THETA 360度加THETA 360度加THETA 也是負的 所以這個也是負的SINE 可以Transform一切 屬於這一套系統的N 一個八度加THETA 你可以試一下 TANGENT 比180度 減THETA 變成甚麼呢 COSINE 180度加THETA 等於甚麼呢 第二次了 TANGE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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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COSTHETA 只不過不是正負 我如何正負 這個 180度 減THETA 就是這裏 CAST 這個 是S來的 TANGENT 這裏不負 這個 POSINE 是180度加THETA 加THETA 就是這裏 TANGENT 18度加THETA 就不負 所以就是這樣 明白嗎 不明白吧 再看兩次影片 一次過 來吧 順便交換 你看 如果有270度 一個TANGENT 270度加THETA 或者是90度加THETA 或者是90度減THETA 這裏有90度的element 在裏面怎麼辦呢 你混合這個 這個就是100度 這個就是96度 這個很簡單 甚麼都不用理會 就是告訴你 TANGENT 你記一個 90度減THETA 就會變成 CO 你那個 TANGENT FETA 是不需要理會 前面的證明 是不會變的 這是不用理會的 對 對 要再簡單一點 的話 只有三個方法 記它 SINE 90度減THETA 其實就等於 COSINE DETA COS90度減THETA 就等於COS就是SINE DETA TANG 90度減THETA 其實就等於COSDETA 就是1 over TANGDETA 如果你沒有學到COSDETA 就算了 如果你不想記太深刻 就記一句 SINE 就是COSDETA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一個ANGLE 抱歉 一個ANGLE 這個DETA 其實就是COANGLE 所謂的COSINE 只是CODE CODE CODE FUNCTION 當一個FUNCTION CODE 之後 這兩個ANGLE 都叫做COMPLIMENTARY ANGLE COMPLIMENTARY ANGLE COMPLIMENTARY ANGLE CODE 這些是一些英文 不用理會 總之 90度減THETA 就變成DETA 90度減THETA 第一是減的 你兩個DETA 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處理很多 好 第3個 第3個就是這個 這個 最一點不好 就是96度減META What if我又說 我要DETA減90度 那不是96度減META 知道嗎 那我怎樣做這條呢 我用兩邊的DETA 混合 第一 我知道有90度的ELEMENT 抽個MINUS出來 就變成90度減THETA 可以 可以 所以我只要當這個是DETA 的時候 其實是在做一些 SIDE OF-X 可以 可以 就是左邊的N 左邊的FORMULA 可以 因此 我用一個霸道Transformation 可以 就是SIDE OF-DETA 這個符號 就是這個 變成SIDE X 我就是這裏正統的符號 不知道 所以我就畫了出來 我是SIDE OF-DETA 所以 F-DETA在這裏 C-A-S-D 所以TAC 所以SIDE在這裏 就是負的 所以這裏就是負的 我們選擇了一隻的STAT 然後我用一個 減DETA的東西 就變成 負的 DETA OK 這個就是合生實 就可以了 OK 慢慢消化一下 很簡單 只不過是用 -0 減DETA Transform 一次 變成90度減DETA 在這裏 把Transform 第二次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比如說 270度 減DETA 這樣 OK 我就會在這裏 我知道有90度的ELEMENT 在這裏 我就把它 變成一個 180度的Transformation 加一個 90度 然後減DETA 在這裏 OK 所以180度的Transformation 就告訴你 這個是SINE 90度減DETA CAST 180度 加一個 ANGLE 上去是負的 然後這個SINE Transformation 然後減DETA 完成 OK 再看一個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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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ETH是怎樣做呢? 只要用180度加就行了 我知道我一定要變成 它有96 element 但是你知道ETH是有負數的 但這個ETH是正數 它要減ETH的時候 所以整個一定會有一個負數 減好在前面 只有這個減好的時候,這個減好在前面 但我認為是負數和負數都一樣 我只要是90度加ETH 只要是90度加ETH 開啟之後 你會知道這是減90度 減90度之後就要180度 180度減9度減ETH 開啟之後 這兩個就要加ETH 所以一支 18度減一塊 變回這塊 然後一顆 18度減 18度減小 18度減0 一顆 180度減少 這樣成為 heb 這個vido Tôi很快 rirơn 如果不是問 多加薪 去控制全 全部的 90 度和 180 度的 transcendental transformation Cycle, and tangent 都是一樣做的 只要記住 tangent 本身變成 cotangent 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 cotangent 的話 就是 over tangent 這樣就可以了 He took our place and they will take His place He became sin that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